很好我同行人聊天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进这个行业 都是因为我们想要有我们自己的本分 比如我们有自己的业务 就是他是演二人段的 我是唱歌的 他是演戏 他是主持人 我们几个人就干我们自个的事 看我们自个才华大家喜欢就够了 我们就能挣钱 然后活得舒服就行了 对啊 我也觉得是 现在所有人都跟那股市场扛大包的似的 比那还惨 早起来五点不到 连那早餐还没开呢 我们就得起 然后就得去那跟人那跑去 然后扛着大包过河 水里还有蛇 就一天到晚呢 那散得呀 太丢人了 你觉得丢人吗 真的太丢人了 然后那个就是 他们告诉说观众爱看真真笑 反正我就会做 就会变成 就所有人其实就是因为不想去 过体力的 特别靠体力去挣钱 所以才去干这行 现在所有所谓红的人 哪个不是靠卖力去挣钱 你看那跑男跑的 一个批头散发的 然后哈拉的都出来了 然后他告诉观众爱看这个 你们真爱看这个 我就是观众 我就不爱看这个 为什么你们爱看这个 然后呢 所以说特别不能理解 观众是怎么了 现在我真的很想问观众 你们为什么爱看这个 就是这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那个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唱歌就没人看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觉得 那个挣钱 那个就是投资的多 所以大家都去做那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个会毁了 中国所有艺人的 因为所有的艺人 都没有在做自己的发光发热 所有人的才华 都是在做真人秀 他不会做饭 你也高兴 他爱做 他会做饭 他是一唱歌的 他会不会做饭 跟你有关系吗 对不对 他歌唱的好 他歌做的好听 他比他会不会做饭 重要多了 为什么大家都关心 他有没有CP 他有没有 他会不会做饭 他儿子可不可爱 跟他的业务有淡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大家现在所有人都不在乎 他歌做的好不好 都在乎他上节目时候 做饭是出了什么糗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恶